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TOYS TV 接下來也有幾個新動畫 那種要死的遊戲 他覺得死了就好像浪費了 不如把動畫變亂 剪成動畫 再加一點 你問我其實就著機設 我是挺欣賞的 我稱為短片 遊戲中的那些 都是做得很精彩的 大家已經看到爛那套 兩部高達對決 那一段的戰鬥場面 也是非常精彩的 不過可惜今天晚了 其實原本今天 如果好運 我會帶魔女阿楓玲 Score 6 有人沒有帶給我 我想說鐵血痛 魔女是一個 在粉絲界之中 有一座衝突和大戰 有機會 下次我給魔寧的時候 還會不會在這裏 下個禮拜 你給我 順便過來 吹吹水 我一定是年輕的魔女派 水星派 很年輕 很包容 很了解 現在年輕人想法 是水星派 你繼續聽他吹 確實是帶給新舊高達迷的衝擊 當然有好也有不好 主觀的 聽了不適合的 你便照樣 有些評論是可以的 不過最重要是尊重 尊重 我們都不想像 高達迫號罪一樣 我都不喜歡 踩下什麼高達 其實高達 我是吐到TV版 看的 朱復國 近來我看完所有電影版 我當年電視版每集看三四次 我不會不看而去彈一間高達 一個高達 我作為高達 一定全部電視版 什麼都提完 然後有自己的評價 但我不會不喜歡 或者那樣不好做 下次有機會 說到魔女便說 也不差再說多一點 既然主席來到 可以分享一下就住 始終我們同好聚了幾年 剛剛十一二年的紀念 我最討厭的是 一些人 將高達 別人喜歡你不喜歡 或者你喜歡別人不喜歡 又要踩對方喜歡的高達 抬高自己喜歡的角色 我覺得挺討厭的 最奇怪的心態就是 不准別人去喜歡 我會不欣賞鐵血的故事到後期 但我不會說 垃圾 垃圾 我是怎樣呢 真是可惜 一套這樣的 七年後可以出來的高達 然後去到後期 幾年報走 寫到這樣 真是可惜 那種可惜 富野我看完朱復國 真是想說很多東西 其實我看完電影版 你有很多訊息想帶給新一代 但沒有人接收 我又覺得是可惜 就是不要說 朱復國喜洋洋不行 套戲 老餅 富野 不要再說故事 不是這樣的 你有空看 朱復國五輯電影版 很好 你看他怎樣說反戰 還有年輕人 用自己的眼淚去看 不要聽其他東西 用自己的眼淚去感覺世界 富野是想帶出這些東西的 所以沒有說很差 當然 編劇失手 你知道編劇失手 而不是說 那一出東西很差 我就不喜歡 要踩一件事 不是 你可以不喜歡 但就無謂去 你可以很客觀地說 我為什麼不喜歡 但就不要說 你為什麼喜歡這一套 沒有這樣的垃圾 你不是去判斷別人 你只是需要把自己 覺得 這套 我當初之伏國 有些什麼 可能處理得不太好 你就照樣說 不會因為這樣 而令到這套東西 多了人看 或者 少了人喜歡 不會的 我也是心痛的 你向家庭 大家一起看高達 小朋友可以接受高達 我覺得很好的 這個市場 然後最後的執行 就是導演 講故事手法 很失敗 是一直心痛地看 我全部看完 然後看過第二次 心痛 明明一張可以帶高達給小朋友 又失敗了 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 定時談談 總之踩人是很奇怪 我是很喜歡高達 我不會踩人 想想想設計者 評判 編劇 後面的想法 是怎樣 所以我很同意兩位 說法 為何主席 我覺得他很有資格 坐在這裏說 就是因為那個 言論的自由 就是這件事 其實我每天在 同好聚 不要介意 特別是我 我每天處理 超過20宗以上的訴訟 我是收到超過20宗以上的投訴 無論是粗口 無論是無的放恥的會員 我每天都禁止不少 我禁止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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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套 其實是一件極老套的事 尊重 是任何一個討論區都需要 不是討論區 你是做人都需要 這十幾年應該值得 我剛才說的 我們不要踩他們 我們好像兩位那種立場 去討論 去辯論 今天其實玩具 爆得七七八八 現在只剩下 就是怎樣 拿起票